字幕组 李宗盛 李宗盛 讲识妈妈声 大家好 又跟大家见面 我肥哥哥和娜娜姐 又跟大家在一起 在这个讲识妈妈声看到 记住 首先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CLS C就是comment 给一些意见我们 L就是like给我们一些心心 然后s就是share 将我们的节目广传开去 对 很多谢很多朋友一直以来 帮助我们的支持 继续要支持我们 好了 今天我们要开一个新的话题 给大家和大家谈谈 讲讲这一方面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 民意食为天 所以在我们的影圈里面 其实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当然了 没错 没错 糊口糊口 大家都是为口要吃 没错 所以 而且又很特别一点 因为大家 其实 也对我们的影圈里面有一个误解 就是我们娱乐圈里面有些误解 什么误解呢 就认为 进来我们这个圈里面 就是包吃包住包玩 电视台 或者如果你和一些机构 或者电影公司 或者出去唱片公司做事那些 的确是真的 因为时间长 就会真的包餐饭 其实它不是包餐饭 因为这个由 荷里活制度以来 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想争取一个时间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人 跟普通的市民有些不同 你们呢 比如你们回家那晚那些 你有一个时间里面 那公司又不会走的 有饭碑 那你可以放一个饭碑 那你吃完饭 就回去同一个工作单纲位 那里工作 但是 你知道我们拍戏也好 拍电视也好 你真的 你不知道去哪里 今天我就会去冬 明天我就会去西 是啊 你没有什么可能 就是我今天 我在葵冲这里 那我就去找葵冲的饭 你放得饭来 你现在我走下去排队 哎 我不需要哪个 玩得来到够钟了 是啊 没有时间拍摄 所以通常来说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来说 就是电视台 就是没有理电视台也好 电影公司也好 对于你去拍戏的话 就 需要 就会有一个饭餐的公园 是啊 那我就播着就好了 有着务 那些帮手去准备饭 给朋友 朋友 其实如果你有看 就是大家有留心 你有很有趣的地方 荷里活电影里面 就完全不同 因为呢 如果你看过Rola 尾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看的 你知道了 其实那些有另外一些资讯 可以拿到的 很多人可以看的Rola 有很多资讯的 他们有一行 是一定有的 Catering 是的 什么叫Catering 就是煮饭 是 因为在外地 其实大家 现在最近很多 都有很多资讯 大家都知道 在外埠 他们通常 是会特意邀请厨师 是的 有餐车 是的 如果不是拍厂景 拍外面的景 因为他们要供应给你 因为他可能 他不是八个钟头工作 又不是十二个钟头工作 分分钟可能是十六十七五十 以及涉及人数很多 空中过百人在现场 是的 所以基本上 有时候譬如你现在 我为了唐警 我要赶快的话 你基本上 我没有可能 就在中途停了他的 嗯 所以他们在外国 就更加方便了 他们不像我们现在香港 通常有时候 拍摄一剧 够钟了 就是我们的Angus 就是我们的Operator 现在最充足了 整天都在等 那时候差不多时间 喂 动演放饭 喂 放饭很重要 没有的 稍后我们会讲一下 但是如果在外国 就不会的 外国是哪里的 因为问题就是 餐卡放在那里了 是啊 即是你any time 大家做完事 你就可以过去 不力吃的了 就是由早餐开始 比如你是由早班开始 由早餐 午餐 下午茶 茶 中间的零食 饭吃 饭吃也有 有点口痕 想不去一杯咖啡 有 水果也是有 饭吃也有 是的 全部都有 是的 是的 所以基本上 他们的Catering 是这样的 其实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经常是很心疑的一件事情 小弟这么久以来 只是享受过一次这么多 但是那次就享受不了 为什么呢 是的 因为那时候 就是最早期那时候 小弟就拍了一部广告 那里就是一支酒的广告 那支酒的广告 那支酒的广告 他只是喝酒 不是 因为全个团队 全个团队 全部都是由外国来的 嗯 因为他们本身那个 那个广告公司 他们请了外国团队 过来这里拍的 所以那时候 他们就一去到那个拍摄的场地 他们就全部 就会开展所有那些自作餐 很多东西 全部都放在那里 就给大家 任何时间都可以吃的 很好的 嗯 但是很可惜 就是那时候 因为小弟拍的时候 那个导演呢 就有一点要求 因为那时候 开始有一点小肥 哦 要减肥 因为那里 其实呢 现在很多人都看回的时候 过来都说 哇你那时候很英俊 其实呢 做了一些功夫的 那时候呢 有个小肚腩 那个导演就说 戴恩影 哭 真的要买个肚子 哭着我 对 他说一个肚子 哭着我 就不让你吃东西 就不让我吃东西了 他就告诉我 因为如果你吃东西的话 一吃饱了 就是 不是撕出来 是害怕 那个肚子 包不了 所以就 唯一就是餐餐 有一点没得吃 真的挺辛苦的 挺惨的 那个导演呢 那个导演很好人的 要求那个catering 是专专为我 而来 准备一份拐餐 就是呢 每天都只有菜和水 或者沙律之类 是的 总之很惨 但是我就走过去的时候 就是我见到 吴大卫的时候 很开心 看到他吃得 很开心 我走过去的时候 就已经经常在那里吞口水 你们又好得过 不过这个 其实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 我就未拍过西片 但是 因为我有段时间 是做fixer的工作 就是带一些外国 crew 在香港拍摄 或者带他们回国内拍摄 我们的确是需要准备一些 比较好的线食 对外国 crew 对食方面是挺有要求的 很有要求的 是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要准备 可能我们会找个assistant 帮忙去准备一些 不同的类型的snacks 真的有水果 有果汁 是的 是的 有汽水 诸如此类的东西 零食 snacks 正餐 诸如此类的东西 另外基本上 早五晚三个时段 都分别 我们会提供咖啡 当然我们未必真的 可能在车里 冲到咖啡 但起码会有个跑腿 会去真的买咖啡 哇 是的 跑腿 怎样可以有跑腿 有的 跑腿就是我 跑腿就做了这些事情 而且回国内 都更加要注意他们 就是国内人的饮食 可能肥哥哥又可以分享 因为 你知道外国 crew 去到国内 都对他们来说 挺大开眼界 有个culture shock的事情 因为看到很多不同 奇形怪状的食饭 只是从食饭的这方面 就真的很开心 但其实 引伸回来 其实 我们以往 以前 我们要讲到 就是阿爺的年代 就是雨翔天 新马思僧 邓记陈 那段时间 其实很多人 其实一直在考究 究竟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里的雨场片 那段时间里 他们吃饭的问题 又如何解决呢 那 居民 居民 有两样东西 都是包火食的 工作人员 有包火食的 有厨师 因为那段时间里的片厂 就很近 譬如铸石山 是 那些在民居里面的一个片厂 所以他们就会找人包火食 特意去拿一些花火食 去那里 所以那些工作人员 甚至导演 他们可以吃到热热的饭菜 就是这样的 至于你说那些临时演员 如果人少一点 大家一起吃 如果人多了 那当然他们就很可能 就会拍 就是开始出现饭盒的问题 而且以前 你也知道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雨场面的时候 明星大过天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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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来说 以前 我据知道 就是有两个东西 有些很有演员道德的演员 就是那些明星 他们家里有些麻者 是呀 跟着牆 他们会在家里煮好饭 然后送来你那里 然后就是 一到放饭的时间 就摊开了 就给人 啊 师傅 吃饭 吃饭 他们就自己 走在一边吃 但是至于 有另一个传闻 就说 有些很牌的 那些就很厉害了 听说那些就是 特意要回家吃饭的 如果你开早班 但是实际上 根本就不会 因为为什么不开早班呢 是因为呢 他们讲几组戏 那么每天都是 就是几个钟头 就要拍完一组 一组 是吧 所以通常呢 就是呢 在家里吃完饭 才是什么的 就是 你开个通告 不可以12点钟 因为12点钟 我正在吃饭 吃饭 是啊 没错 那些牌 通常来说 就是一定要在家里吃饭 嗯 这些就是传闻 但是我们就知道呢 他们那时候呢 大部分呢 就是有包伙吃 就是有人去煮 那样的 直到后来呢 大家呢 大家开始吃大胃饭了 所以说的是 因为呢 以前是没有饭盒的 是 那个年代就真的没有饭盒 只有包饭 什么叫包饭呢 我相信 现在的小朋友 应该未必知道 就是真的用一个纸袋 用纸 包着一个饭盒 卷卷 然后放在一个纸袋那里 然后呢 去 你骗到放饭的时候 就每一个人 一人一包 一人一包 然后打开它 然后大家就在那里 其实也挺 伤心的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是没有发布交的那样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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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做了包饭 接着就是那些纸袋 纸袋 是的 里面有一块 是的 但是那些纸袋 那些纸袋 那些纸袋 很远远的 那些纸袋是很不方便的 因为呢 通常来说呢 你一动的时候呢 那些纸袋会用东西 是的 又是 不过那些小朋友真的不知道 年轻一代应该不知道 这些 不过不要紧 就算你去找回资料 也未必找到的 好了 那这个是以往的 后来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因为呢 就是时而世逆 来到现在我们的香港 尤其是在八卦齐放那时 是的 我们通常 时间就是今次很赶的 还放你出去吃饭 所以呢 通常来说 开始呢 就展开了饭盒大战 那时候呢 以前还说什么 什么 包火吃 你真是 还哪有时间呢 人一合饭就算了 是的 吃完就开工了 因为我们还记得呢 就是说呢 外景一定有饭吃的 是 外景一定有饭吃 那这个是电影圈里面的规定 那你一定因为电影圈 我可能我开几早也好 就是呢 无论是早餐也好 晚餐也好 是 宵夜也有的 都全部全部包裂 包裂 总之呢 你在那里的时间 我开几多个钟头 几多个夸 夸那个饭钟的时候呢 我都会开牌给你吃的 但是为了要呢 缩减时间呢 大家都知道了 没办法的了 那大部分的呢 都是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叫做 烧美饭 烧美饭 很出名的 烧美饭在我们行里面 法哥说的 有饭盒吃 其实很幸福的 就直接就是了 大家有没有看 周星馳那部喜剧之王 就是了 饭盒就是 他都是为了饭盒而已 是不是 他都告诉你 我为了这个饭盒 我应该要得到这个饭盒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就是电影圈 但是呢 现在的电影圈已经好很多了 以前的电影圈呢 都是烧美饭大过天的 就是呢 因为呢 方便嘛 因为你可能呢 你一组人里面 大概 就是大大话话 不会是十多二十人的 一组人的话呢 你想想 连着临时演员 演员 工作人员 司机 后勤 所有人呢 你大大话话 一餐都吃六七十个饭盒 是啊 不过八都挺失败的 那六十个饭盒的话呢 如果你说要吃一些 就是你又选一个 我又选一个的话呢 那你就暈了 你怎样可能去招呼这么多人呢 没办法了 唯一的独视就是呢 一个清一色就是吃这个烧美饭 因为是斩的 全部都是斩的 有筷子 然后放到饭盘上就搞定了 是啊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不会冰的嘛 是啊 而且冰了不难吃 冰了也不难吃 那些有汁有酱那些 你冰了一坨东西 你是真的不想吃的 因为我告诉大家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有些导演 真的很厉害的 嗯 一开工呢 就没有饭盅了 是的 这些真是所谓的 那些团队是最恨的 就是那些不放饭的导演 不可以说是真的 我心想说真的 尊重这些导演 是 但是他心里其实是在骂的 很坦白说 我觉得绝对是 没错 一时反映 他们要看得慌动的嘛 但是没得说 因为有些真的 比较扯 比较扯 就是我们最出名的 一个武范中导演 大家都知道 徐导演 哈哈哈哈 是的 徐导演就是 他刚拍戏 他就已经忘形了 所以公平来说 就是旁边的那些副导演 或者是告诉他 就是说 其实每个都不是告诉他 只能够是旁敲侧击 因为如果你告诉他 你说 导演放饭 什么话 真是 我正在拍戏 不是啊 放什么饭 真的我们试过 真的 听说 小弟没拍过徐导演的戏 嗯 听说 徐导演很厉害 他呢 是可以 就是呢 为了拍一个镜头 忘形到 一直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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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三四点还没放饭 是啊 就是大家 所以后来 通常呢 拍徐导演的那些 那些 那些劇模 那些场合很聪明的 通常来说呢 就会知道 咦 硬性的地方 即是有机构 所以通常出外景就不会 出外景就一定是吃饭盒的 是的 但是如果是出去厂景 厂景就不会提供了 你就要自己解决了 还有做关节台的都知道了 差不多时间 怎样都要放了 你不放不行的 因为不放 我们会连续络的导演 是会有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问问我们今天的Operation 我们这么想製作就没什么所谓 自己搞定了 但是以前的电台真的有酷 是因为有些导演不放饭中 是lock的导演 导演什么叫lock 其实是投诉的导演 是 宗教说真的 这件事要问一下 因为我们拍戏的不知道 你在台也这么久 你没理由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这些酷 怎么想法 所以通常在台里面 一定要求 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很够的 很安静的 而且一定会有放饭 但是外景就没有了这件事 其实之前外景也有放饭中的 我们最早期的时候 这个是我入行的时候 为了大家要方便 其实其中一件事 为了为什么一定要吃饭盒呢? 就是因为你化了股装 是的 你化了股装 难道我叫你出去吃试吃 会很奇怪的 是的 自己都觉得外困 所以给你个饭盒 简单方便一点 但是原来回溯我们之前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 在彩虹村 因为以前 我们外景一定是在西贡 很多地方都是西贡 所以通常来说 有些阿姐 阿哥 某茶流云 是的 因为阿姐阿哥 就会告诉你 他整天都吃饭盒 喂 有点新鲜 有时的导演 你知道 拍得快 爽手 有些导演很快 既然是这样 不如放一放饭 是的 放快的时候 输一下筋骨 输一下筋骨 那怎么办 原来那时候 在彩虹村 应该叫做 清水湾道 清水湾道 那时候 那里有间酒楼 很大间 哇 撞口撞面 有没有见到很多人声 如果是街坊 应该会知道 有很多 因为附近有停车场 停车场便宜 方便 方便吃虎泊车 吃虎泊车 便带光 所以通常来说 那里的街坊 我真的见怪不怪 你就会见到 所有那些 穿着头套 穿着头套 穿着整套古装 这样 就在那里喝茶 是啊 大家常常都是奇景 奇景 我常常不流行打卡 不然应该穿着打卡 挺好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现在的艺人 和以前的艺人 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亲民 就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去到那时候 在旁边喝茶 就会见到 咦 见到盧海鹏 哈哈 那天我和你喝茶 也有人和你打招呼吹 是啊 是啊 大家已经变得很近 很近 就是 它不同 以前就是说 很难得才能见到明星 以前是不同的 是吧 所以以前就有这样的 不成文规定 但是始终 就是说 要吃饭 很多时候 我知道 有些人特意进来 希望可以做到 那些临时演员 都是为了饭盒 真的 因为你想想 你做了一天 只有100元 真是很难 我真的不怕 告诉大家 只有100多元 你想想 如果是正常的人 如果你要打工的话 100多元 不会选择这些工作 不会选择这些工作 但是 他们就算了 看一条手 其实很简单 你想想 我有车进去 是啊 我有车的交通工具 你有车 我去到那里 然后我有个饭盒 有钱收 可以看明星 看拍戏 是啊 所以他们就 那时候有些时间 真的有些群众演员 是真的 希望吹之若谷 可以进去电视台也好 尤其是电影 因为电影的伙食 好一点 好多 所以大部分很希望 一有电影的话 大家就去看 我去的 我去的 那时候真的 是 他们真的拍戏的目的 就正是为了饭盒 是吧 但是刚才也说了 为什么电影圈那些 那么吹之若谷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电影圈 有些人很有趣 吃饭 都要讲豪气 是啊 那么他有一些 当然了 他们有些未必会被围及到所有的人 就是 通常来说 我们知道 他们的豪气有分等级的 那么第一级 当然不用说了 一定是演员了 嗯 同场的所有的演员 啊 明星啊 哥哥啊 姐啊 那些都是通常来说 那当然为及还有导演 嗯 还有副导演 是吧 那么第二级 就是工作人员 所有工作人员 是吧 酷啊 攝影师啊 德光师啊 全部都有 包括 去到第三个grade 如果那个更加豪气的话 不用说了 就连全场所有的 包括那些临时演员啊 群众演员啊 全部都有的 嗯 所以你想想 哇 一天可以吃几餐那些 真是很开心的 当然开心啦 就是啦 就是啦 我知道 以前曾经 听说 有几个 那个就是我未知的 我最亲密的 就是阿肥姐 阿肥姐真是 阿肥姐真是 每一次他拍电影 因为我跟他就合 就是 未在和电视台合作之前 我在电影的时候 已经合作过 嗯 他真是 不是开玩笑 他日日万岁 而且好像说 是不是传闻说 会带些鲍鱼 给些 可能未必个人吃到鲍鱼 但至少我们那些演员 都会 我没有吃过鲍鱼 哈哈哈 因为肥姐很喜欢吃鲍鱼 你没有吃过 哈哈哈 我那时候拍电影的时候 还没吃过鲍鱼 但是 他当然是很豪气 他每天都卖碎 就是不是下午茶 就一定 下午茶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 你有你的胆字 我有我的胆餐 西多 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不同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我觉得 这个是传闻 就是听说 李治 他每一次的开工 他都很喜欢一定要吃一样东西 他一定会围及所有工作人员 就是个个都有 个个都有 他最喜欢吃什么呢 生煎鲍 咦 还要是一间 当时 现在还在 哈哈哈 一间上海店的生煎鲍 哦 是不是因为家乡食物呢 没错 因为他是上海人 他很喜欢吃生煎鲍 他一来的时候 那间也是 当然不是他 是啊 不是他 他说你无论去到多少山卡都好 他一定拿一个很大的钱 不是那些 就是 红色那些 一定是金色那些 金色那些 然后他就拿一些金色的 哎 劇目 帮我搞定去 然后帮我买 不是买一个 半个 或者几十个 是买百几二百个生煎鲍 回来派的 是啊 是啊 但是只是吃包 哈哈哈 那也够了 那是 一份心意 一份心意 对的 所以有利子 你一定有上海食物 有生煎鲍吃 当然 有时候 如果大家同情 不是吃生煎鲍的 如果是演员之间 就有很多 譬如像上海食物 大家都有 嗯 是吧 不过呢 我亦都说了 就是说一下 我知道 曾经因为 就是拍过一套电影 那里面有很多阿哥级的 是啊 就是那些影帝 也有一些 歌王 大家一起 那里面 有一个 亦都是主角级 就是主角来的 但是很好笑的地方就是 那些全部 一天都万岁 那我们这些小孩 不用万岁 小朋友 没得吃的 哇 每天都万岁 每天都不同的食物 今天是你 今天是我 那大家都知道 那里面的主角 他真的 他真的沽寒 很厉害 是主角来的 是主角 那是主角 但是那些人 就是买在那里 你知道了 那些工作人员 嘴巴也不收 有时候都会说 哎 每个都万岁 他都不万岁 终于那位主角 好 我万岁 那便好了 你猜他万岁是什么 万岁是什么 你猜他 你说他比较度 沽寒 难道是请喝汽水 当然 不是 请喝汽水也好 他不是 汽水已经很便宜了 他跑去买了一大袋 书片 买了一大袋 那些 花生物 不是吧 他请各位去吃花生 就是那个年他已经抢大家来花生 那他就当了万岁了 大家 那这个就是 真是主角 但是成为佳话 真是说 主角成为了 不过就是孤隐其名 大家不要说哪个 最终于这个人 大家 大家都很熟悉一下 这个 真是多谢他 我认为 那就是 那就是 extra 花生也好 没有人说一定要这样做 这些是心意 那我就叫 请了你吃东西 不是 垂摩花生 是的 那其实呢 这个请人吃东西的这个风气 就是所谓说 在影圈里面 其实现在呢 就将这一句对白 就变成了 就是大家出来的时候 个个都已经说了 一句对白 就叫做 有大食大 也不单止影圈 好像万年到 其实 个个都是 社会阶层都用这句话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叫有大食大 我个人以为 其实有大食大 就是吃阿公 就是以前原来 我找到一个经典 就是引经据典 有大食大 原来是说吃阿公 哦 就是之前大锅饭 是的 那叫做有大食大 但是后来那些人 真的是 为什么呢 有大食大呢 就因为呢 凡是有些大哥级的在 大哥级的 那些 那我们就不需要付钱 是的 因为呢 第一次就 劈一下两只手 搞定 因为你知道 尤其是免圈 就是他们由一个本身 开头的时候 就是 就是一间公司 去找不同的人 或者一个导演 或者一个导演 后来就变成了很多 叫班底 是的 什么班 他们就不单 要照顾他们自己的 附型的工作人员 要照顾他们后面 帮助他们的兄弟 那么 为及的情况下 连一些演员 都是进入了这个班 这个班里面 就变成了 很豪气地 他要请很多不同的人物 那我小弟真的有一个 我就坑定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我们的影圈里面 一个 孟常军 真的是 Kengor 啊 咦 我据问 Kengor 每天都一定有汤喝 是吗 是 真的 真的好 汤水 拍Kengor的戏 你一定有滋润 真的好 因为他第一件事 第一天开工 一定 他就会拿一块钱 给他茶水姐姐 你帮忙 所以 在茶水姐姐那里 永远都有一个 有汤 不是有一个汤 汤没关系 汤一定有 是一定有一个大煲 这么大的煲 哇 那么多人 是啊 他们每天都煲 每天都去买材料 不够钱的话 就问Kengor再拿 总之每天都是 不单止是这样 Kengor还是围及所有人 所以他一定不单止是在那里吃饭 收工 他也不想大家一起走 收工之后 也希望大家一起去吃饭 都会等完大家一起吃饭 哇 好好啊 我小弟那时候 曾经跟Kengor一起工作 所以跟Kengor 都违及到我小弟 那时候真的厉害 大家听过 一天三餐都吃Kengor 不是只说做戏 是正确的 就算你不做戏 即是你那天不用工作 那怎样呢 你都可以围及他 Kengor真的很喜欢打火鍋 是啊 真的很喜欢打火鍋 真的人家说的 我们圈中很多人喜欢打火鍋 他收工之后 他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打火鍋 六点钟 去到那个打火鍋的火鍋店 那么 我们可以由六点钟 开始一路吃 吃吃吃吃吃 直到夜晚深夜两点钟 嘩 都挺马拉松 很马拉松 因为打电路有一个好 大家都不想 但是问题 但是问题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已经是和四班人 四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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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但是有多少个铁胆 有多少个铁胆 所以那时候 如果大家有记录 在Kengor身边的那些 我们那些叫做铁胆 通常都像我那样的身影 被Kengor吵肥了 吵肥了 所以真的很好食用 当然了 这件事就没得说了 或者因为 Kengor现在身体关系 已经少了这类的聚会 但是 其实对的 吃少一点会好一点 但是 就是 这些回味和回忆 是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真的是吃得最好 真的是 一个圈中的猛尝君 所以我真的经常都说 Kengor 你是可以的 啊 好了 第二个 亦都可以堪称的孟尝君 这个孟尝君不同了 他喜欢请别人回家吃饭 这个自己亲自下厨的 亲自下厨 我当然知道 这个两圈中里出名了 出名了 这个不用说了 告诉大家 他甚至乎 一去到外佛 他喜欢去买菜 他买菜的 他是第一件事 一去 他会早别人去到外佛的地方 他一早就 他先看了街市 他在双围街市 双围街市 双围街市 我都看了 外派的时候我都看了 但是我去到那个时候 去到马德里 我就去看马德里的街市 街市在哪里 去到巴黎 我去看巴黎的巴黎市 你这个哪个都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我们的大哥大 红金堡 三毛红金堡 他真的太喜欢煮饭了 他就会亲自下厨 就是刚才都说了 他们会吃完饭 就拍完了 那怎样呢 会请所有的兄弟回家 去煮饭 嗯 所以呢 我经常都觉得 高丽雄 真是一个 幸福少傅 你不用做 工作都做不完 哈哈 他说只是坐在旁边 帮忙吃的 是啊 所以呢 其实就是 就是 杀角座是一个 就是 大家一起聚集 联络感情的 其实呢 就是 大家都有种 有很大食大的一个感觉 其实呢 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呢 纯粹真是为了我们 要贪求那种 大的感觉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可以大家 共聚在一起 可以有一种 就是 一轻轻的 亂移的感觉 还有也都如果感性好些 对工作也有帮助的嘛 对 还有一个 这件事情 不是澄清 也不是为他狡辩 但是其实是 因为呢 为成风气 大家都知道 就是刚才所说的 Kengel Samo 大哥大 大哥大 喜欢请一些人回家 一起吃饭 其实在韦庭的风气 现在你发觉了 很少人喜欢出街吃饭 大部分人 都喜欢请人到家吃饭 就是我们 知道 比如 珍姐 鲁小姐 甚至乎 你想想 Bosco 三哥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Facebook 很多东西 都是全部在家里 大家集团的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样 发觉了 之前那些人不停说 TVB真的不好 为什么无端白事 一旦拍到电影 就不是吃火锅 就说是烧烤的 即是结束 是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 惯了以为那些艺人 喜欢这两样东西 因为我们发觉 是真的 任何的聚会里面 大家都不喜欢煮饭吃的 除了大哥 大哥没得说 因为他喜欢下厨 如果不是的话 大部分你都看到 我们一打开Facebook 都看到 全部不是吃火锅 就是烧烤的 因为真的是方便的 是 你不需要限时走 你喜欢来到坐下 在桌子上就烧热 在桌子上就烧热 在桌子上就烧热吃 是 所以大家将来 不要误解了TVB的真意 是 你想反映现实的 反映现实的 好了 今天很开心 跟大家讲这个食 其实讲食 还有很多的趣味 还有很多的趣事 不过不要紧 我们下一次 我们再跟大家 分享一些 关于我们影圈里面 是的 食的一些秘密 是的 讲了这么久 我们都饿了 是的 我和美哥哥都要去吃饭了 好了 那就记住 下次再跟大家 讲食 慢慢食 下次见